越是爱做这几件事的人,人格越黑暗,小心围上,务必保持距离,我们每个人在与别人交往的过程中,不可能把自己的真实一面展现在别人面前,这也是一个人对自己的一种自我保护,所以大家喜欢戴着面具去生活,有些人因素非常的阳光,可是有些人内心却非常的阴暗,那么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分辨出哪些人真正的内心阴暗呢? 他们基本上往往都有以下这些特征体现,遇到以后请迅速远离,每天一点新思路,每天一点新感悟,欢迎订阅珠子国学 容易被人挑唆,在乌合之众艺术中提到当人身处某个集体时,智商会降低,理性基本消失,一言一行都受到群体的影响,以同事这个群体为例,我们身处于其中,很自然的会随大流 而且,同事这个群体的行为往往是一致的,例如,他们想算计某人,就会一致说某人一无是处,而缺乏理性的我们也会相信他们的说法 最终,我们被人挑唆,变得越发偏激,这正是心理学中所称的从众效应 有人说,狼群是最可怕的,实际上比狼群更可怕的是那些没有自我认知 丧失理性思考的羊群,他们会互相伤害,互相算计 令人奇怪的是,明明狼群是羊群应该抵御的对象,如今的羊群却相互伤害 最直接的原因在于,羊群受到了挑唆,性情逐渐变得极端,产生了黑暗人格,总是希望别人倒霉失意 在如今的社会上,有一个词我们都很熟悉,那就是见不得人好 当一个人出现了见不得人好的心理事,那么他也就逐渐的把关注的眼光放在他人的身上 以至于忘了自己原本的目的,当人忘了自己的追求时,他们就会出现一个特点 那就是不断的关注别人的一举一动,并且这种关注的态度并非是善意的 而是带有恶的意味的,这种所谓的恶,那就是希望别人倒霉失意 就像我们身处在职场当中,你看到别人的业绩比你好 也许你就会产生羡慕极度恨的心理,当这些心理产生之后 下一个,你就会期望别人能快些倒霉,报复心很强,越是报复心强的人 表面上却越是风平浪静,有些事情,在别人看来明明已经忍无可忍了 他们却表现出一副云淡风景,宽容大度的样子,当你以为真的是他格局大 他却已经暗暗在记仇本上添了一笔,你以为他不记仇 实际上只不是他暂时没能力当场就报仇,他们信奉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一些小事情也能耿耿于怀很久,内心也不断被自己的仇恨所折磨 但为了不露声色,他们表现出来的就是不争吵不计较 他们默默隐忍,刺激而动,一旦时机成熟,下手绝不留情 否认他人的成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 但又不可能事事精明,总会有自己的强项,也有自己的不足 极度心是人的天性,面对比自己优秀的人心中难免有触动 可有一类人,他们会将极度升级为记恨 并且否认甚至贬低别人的成就,极度他人的优秀 可能因为自恋,但更多通常源于无法做到超越的缺失与匮乏 记恨的种子会萌芽出各种极端的行为来维护个人的利益 吃不到的葡萄都是酸的,属于典型心理防御机制 而拥有这种特质的人,久而久之内心很难阳光 变得异常阴暗,习惯冷暴力,与人相处 难免会出现意见不合的情况 有些人从来不敢和你当面起冲突 看起来十分随和的样子,可是相处久了才知道 对方其实是回避型人格,习惯了冷暴露 只要不是顺着自己的心意的事情,他们都会选择无事 不管你多着急,始终无法得到回应 有这个习惯的人,内心多半很自私 只考虑自己的感受与喜好 一旦有人做了让自己感到不满的事 虽然不会当面发脾气 可是却会在很多时候故意冷落你 不理睬你的关心和付出 假如你们是朋友,不管认识几年 劝你还是别深交了 你的真诚的感情不该浪费在冷漠的人身上 即使你已经掏心掏肺了 可对方的行为依旧会很决绝 甚至不曾在乎是不是伤害到了你 缺乏同理心 同理心是指我们能够从他人的角度思考和理解他们的情感和经历 并给予他们充分的尊重和关注 同理心的存在有助于产生内在的亲社会行为 而不是出于强迫或被迫的原因 当我们能够真正理解和感受他人的处境时 我们就更有可能采取具有同理心的行为 丹尼尔戈尔曼强调 真正的同情不光意味着你能够感受到别人的痛苦与难过 还代表着你将被对方感动 进而帮助他们减少痛苦 不过有些人对他人的痛苦或悲惨遭遇始终保持着冷漠的态度 无法感受到对方的困境 人后闲言碎语 骨子里很阴暗的人特别擅长为人处事之道 他们在表面上总是非常顺应他人的想法 在众人面前也会展示出极大的配合性 他们会尽量避免说负面的话语 以免招致他人的厌恶和不满 可实际上群体的想法并不是他们真正认同的 这一切只是为了个人利益或是维护个人形象所做出的选择 而不是真正的善意和真诚 这种人的内心极度阴险 他们的心理非常不健康 情绪也很消极 或许是因为在众人面前保持了太久的配合性 其内心严重失衡 追求完美主义 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人 他们对任何事情都追求完美 甚至到了强迫症的程度 他们不断的审视自己和周围的一切 寻找瑕疵和不足 他们似乎总是在追求一种理想状态 但是这种追求往往会让他们陷入痛苦和纠结 心理学家发现完美主义者往往有着很高的自我期望 这种期望源自于他们的自我否定和不安全感 为了克服这种痛苦 我们可以尝试将标准适当的降低 或者找到一种合适的放松方式 如运动 冥想等 让身心得到适当的释放 容易产生怨恨和报复心 有的人天生性格就比较敏感 在生活中 他们对待事情想的会比较多 总会揪着一件小事不放 很长时间也会拿出这件事一直说 也为在这种人心中 他们一点都不大度 但凡有了一定的机会 他们就会想去报复 如果与这种人打交道 只会让我们寸步难行 心里交瘁 一个人心中产生怨恨和报复心 那他生活就会很累 也为时时刻刻都会想着这些坏事 甚至没有办法让自己好好生活 身边的人也想远离他们 人与人之间想要好好相处 就不要时时刻刻的都想那些坏事 三观不正 三观不正的人 往往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对道德和伦理的认识存在偏差 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 这种人经常对他人的困境冷漠无情 欠缺同理心和善意 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和纷争 与三观不正的人交往 我们可能会被其错误的价值观所误导 产生负能量和道德混乱 比如在社交媒体上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恶意批评他人 骂骂炒作 以获取关注和短暂的快感 如果我们与这类人频繁接触 我们可能受到其消极情绪的影响 逐渐产生仇恨和攻击的倾向 从而违背了我们原本积极 善良的本性 因此与三观不正的人保持距离是维护自我和社会和谐的需要 厄于奉承 不知大家在工作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 特别擅长拍领导马屁 对社领导厄于奉承 什么违心的话都能说出口 但凡这样的人 我是不愿与之结交的 甚至连一起工作都是种折磨 虽然职场艰难 偶尔拍领导马屁也没什么 可如果这人习惯了厄于奉承 把巧言吝啬变成一种习惯 甚至演化成自己的性格后 那他就已经失了本心 习惯巧言吝啬的人 内心一定是虚伪的 虽然他们表面上对这领导 厄于奉承 有说不完的赞美之词 可转眼到了私底下 他就可能是抱怨最凶的那个人 而且你要明白 一个愿意舍弃自尊去媚上的人 一定会欺下 因为他的心里根本没有情义 只有利益 善于说谎 在这类人中 谎言简直就是张口急来 你永远不知道 他们真实的样子是什么 这类人还很狡猾 他们把别人耍得团团转 心理学家认为 与说谎有关的三类 最常见的情绪是 负罪感 恐惧与兴奋 当说谎者没有以上体验时 内心就不容易有道德压力 欺瞒他人也就比较容易 因为很自然的表情和行为 无法让别人看出破绽 如果他的语言 表情和态度不一致 能让人看出破绽 那说明他至少有上述 三种情绪体验的一种 诬陷别人 内心就是看待世界的眼睛 内心灰暗的人 会把最美好的事物 看得糟糕无比 而内心善良的人 纵然身处泥泞之中 也敢于积极向上 在某一年中 女子取快递 被造谣的事件 闹得沸沸扬扬 最终 该当事人据理力争 让不法分子受到惩罚 也给众多网民敲响警钟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任何的话题都要以事实为依据 有些人之所以 仅凭自己看到的就妄图猜测 是因为他们内心黑暗 不允许别人过的光明 他们自己在狭窄的天地里 暗自沉沦时 也会给别人的生活 带来不可预计的打击 幸好这位当事人足够勇敢 敢于正视现实 否则不知多少人在谣言的洗礼之下 怀疑人生 也为陌生人的一句话毁掉未来 可悲也可叹 不愿承认别人优秀 这种人通常极度心很强 只能任由好运降临在自己身上 希望身边的人都比自己差 从而获得强烈的优越感 他们不愿承认有人比他们更有能力 生活条件更好 但他们太平庸 无法改变现状 所以只能想出各种借口 让这种现象更有说服力 比较普遍的现象是酸葡萄现象 当人们竭尽全力 却无法得到某样东西或达到某个目标时 就会胡乱猜测谁已经成功了 内心越阴暗的人 越喜欢这么做事 遇到情远离 他会总是喜欢算计和计较 他会感觉生活不公平 充满了抱怨 生活中 如果遇到一个这样内心阴暗的人 我们可以试着去开导 带他走向光明的生活 如果真的改变不了 远离是最好的选择 今后要是交朋友的话 切记远离这些内心阴暗的人 最好不要去交往 只有内心充满阳光的人 才会带你正能量